梁國雄議員,拜託你梁國雄,三分鐘 主席,我經常都說一個無必要的權力,或者無必要的著情權,就是濫權或者貪腐的開始 就是說一個公職人員,無端端好像聖誕樹一樣掛了禮物在那裡,他太大權,或者他有權可以做可以不做是不合適的 如果警察可以到處去探討,梁國雄議員你好像吸毒,我可以跟他去 除非我回來開會,免除一劫 這一個其實是,葉太說其實有的,瑞典就是這樣,瑞典就是這樣做的 當然初頭就說很好的,現在已經反彈很大了,瑞典是其中一個 其實老實說,講來講去,好像這個,阿拉伯神說一千零一個,就是瑞典 瑞典當然是跟我們不同,因為瑞典,真是,你在街上找個人都難了,如果一到八點鐘 你說想去找個人,嚴毒,你浪費時間了 我記得在瑞典我找東西吃,找到我都差不多說不吃了,回家了,因為找不到東西吃 這是不同的,我們在這兒欺來讓往,摩肩接種,是吧 老實說,你叫鄭偉俊走到尼敦道,選十個一定可以選到 跟我回來,拿張身份證就去驗了 所以其實你不能夠將觀理大,做人的世界觀好些 你去瑞典,各位,你們去過瑞典沒有,真的很恐怖 晚上好像去了荒山野嶺那樣 你現在見到那個人,你有沒有吸毒,當然要這樣 如果你用這個權力,走到一間酒店,馬上抓幾個 剛剛梁家傑和陳家禄喝酒,你跟我回來 立法會議員沒有特權,就已經抓了你去了 所以其實這個我覺得在香港是真的要慎之眾之 因為第一個,第二個就是 香港監察警察權力的機構 就是自己搞自己的 不是,自己查自己,自己搞自己就好了 即是你是很難去投訴警察權力 香港的警察通禮是秘密來的 葉太,你都知道,你做過保安局局長 你現在查,你在香港的警察通禮真的沒有 不知道 梁國雄議員警察通禮,你可以去圖書館看 那我覺得,你不要再給他權力 你再給他權力 一會兒還要給他權力 有什麼街道委員會都可以執行 我怎麼搞啊,文革 所以我覺得,在香港這個問題其實是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根本是不夠人手去做 現在已經報了給政府聽說 現在我想解讀了 都搞不定 你還要抓多些東西回來,你就說話了 好,下一位,郭偉強議員 致你們…